不是想要感恩对方报恩对方 就像我师父才跟我说 你出家要注意 每天吃饭都要报恩 因为我们出家的人没有钱 像我要出家我的师父告诉我 不准带半毛钱才让你出家 因为我师父很怕 这些有钱人来出家 带了一堆钱来 他就很骄傲 我不需要供养 他就没有报恩的心 他就不用跟信徒感恩 微笑 我说我自己有钱嘛 那我师父说你们要出家 不能带半毛钱来 衣服也不用做 那我师父说穿条内裤来 他说可以 你就把你便服穿过来 然后呢你这样出家 这是我的福报 有些道场不一样 你要出家有钱吗 以前传统的比较可怜 你没有很多钱 他不让你住进来 就像我现在去很多地方参加闭关 我就很赞叹这个道场 哇 你们可以让人家闭关 三年三个月 哇 闭关多久 他说没有 每天要缴房租 吃饭多少钱 哇 原来如此 哇 在欧美地区 闭个关没钱还不行 我倒不单也一样 他们出家人要闭关 要准备多少 他们准备多少钱 几万块美金 出家人要闭关 没钱不行的 所以我们就帮他凑钱 那些年轻的出家人 他们想闭关 佛学院毕业哪有半毛钱 一个人闭关要几万美金 我们就帮他凑 让他闭关 让他闭关来累积我们 以后也有修行的福报 原来修行要有福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生命电视台的存在 代表佛陀的教法及慈悲 让大众能够感受到 感谢各位收看生命电视台 也愿大家多护持生命电视台 护持正好 1996-5232 1996-5232 护名生命文化基金会 万物流转 调教生命的罗盘 静在生命电视台 接下来请收看慈悲型系列 这个餐桌很重要 大家一家人都可以逆去做会吃饭 那种美味就出来了 家庭的和谐快乐 都是在饭桌上开始 我们经营这个店算是五十几年了 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计划 刚好有人问我爸说 他店不要不想做要不要让我顶下来 其实那是一间很小的店 然后我们也不是内行的 什么都不会 就是一个契机就进入了我们这个烘焙 我记得刚开始做的第一两天 就是师傅他们不会做素食 然后就是做葱什么的面包 因为我们从小就是吃素 然后就觉得说 哇那个葱怎么那种味道 我们爸爸就说 那我就是全部做素的 新荣素饼 从美国五十几年开始 其实因为我完全是门外汉 我爸他对红莓完全不懂 我爸爸的个性就是针对某一件事情 一定要好好地去研究 我记得他看了一本很厚的书 叫《适果自面包》 就是说自果自面包 就一直研读怎么做吐司 做好以后赶快拿过去给我说 你吃吃看还有没有什么需要改进 所以我感觉我爸爸他的精神就是说 他做好东西他不会说 希望人家说 哇喝酒不错哦 他都不会这样问 他都会说 你感觉我这个要改参一下 我的感觉是怎样 你的感觉是怎样 有什么缺点 这种精神也是让我觉得 到现在还很尊客 他的那个吐司真的是 感觉好像艺术品 五十几年前 我们这个素的 大家的理念是很排斥的 客户是一听到是素的 他就转头就走了 一天可能卖出两条吐司 就觉得哇好棒哦 我们整个月都很开心 几年下来 当然也是很苦撑 那刚好那时候 我们高雄 那时候钱证要有那个加工区 他们工作下班以后 骑脚踏车到我们七旋路的金融素饼 给我们买香 给我们买拼 就是这样一直 一滴循环就是这样子 慢慢的做起来 这次那时候大家对素食的接受度 已经跟五十几年是完全不一样 可以说 大家吃素食的年龄层也 慢慢的下降 有的甚至是胎体素 在妈妈的肚子里面已经都吃素了 我们发现说 我们的素食市场其实越来越大 但是有一些机关团体 还是不能接受 说真的有时候要在外面做生意 只要看到金融素饼 这四个字绝对是打掉 没有竞争的能力 我妈妈她现在92岁 她头脑也是蛮 我觉得还蛮新潮的 她那时候就说 我们素饼应该可以拿掉 我们把那个数字 把它改成彩 所以我们现在叫做金融彩 那个彩的含义就是 吃彩啦 然后彩是那个彩色的彩 就是说你这边我们金融彩 我们有面包有蛋糕 还有有蛋无蛋的蛋糕 通通有 就是说多彩多分 然后很多样可以让 我们大家可以选择 在这家店可以多少看到 有一点自然的因素 譬如说这个价值是木材 然后还有我们后面这里是砖 是台湾的砖 这个外面还有外面那个 一整块一整块那个砖 都是我们台湾非常有历史 已经150年的砖 我为什么会喜欢用木材 用砖 因为砖是代表我们台湾 然后我们会用100多年 我们这个金融彩还算 我们小有历史已经延续了五十几年了 最重要的也说对一个素食者 是一个安心 来到我们这个店 他不用问说 你们这个不是索的吗 然后他只要进来 他就可以安心买我们店里 所有的东西 因为我们家庭已经吃素好几代 我从出生就吃素 我们就是这样一直延续 很自然在吃素 其实我小时候说真的 尤其到国中真的很排斥素食 要出去就是在吃面 吃阳春面吃什么 我怎么都不能吃 只在肚子肚子 看人家吃 那时候我的最大地方就是说 我比较大 我就是要来留学 然后我可以名正言孙 我就可以吃荤的 用在五月素食的框框 有一次我就看到一只蟑螂 要生小蟑螂 它那个蛋挂在它的那个 到七八小时之后 还没有生出小baby出来 我那时候觉得说 哇 要做一个小生命那么困难 真的那时候我就觉得 我越来越能那种感受到说 我今天可以吃素真的很好 我真的很感谢 我们师傅他的绿路风的内线是自己炒的 做那个线 他的高汤 他的馅料 四五小时以上 我几个时间熬出味道 金龙台的洗碟 我们儿子都是自己做的 我爸爸常常说 所有的东西 最主要都要拿到他的最佳比喻 今天我们这间素食的面包店 红海店 我会觉得说 店到处都可以买得到 那现在咸的面包 当然是尽闻自己的心意 去把它做好 最近推出舒服宝 吃着很舒适的感觉 没有压力 很轻松的一个面包 舒服宝里面就是尽量用东西 用很新鲜的蔬菜 然后自己做的那个素肉条 就是把它这样的一个结合 吃着就是很清爽 就是可以多吃了一次素的 餐素食 可能很少人在做到泰式打包 泰式的就是离不开 就是咸 甜 还有辣 吃素的人他在闻这里 也可以吃到泰式打包的面包 不用说一定要吃到分的 他脚觉得不错的话 是不是也是少了一些杀生 就是可以多吃了一次素的 我们以前都经常说 我们要买东西 就是我们自己也要吃 我们还要对品质要有所掌控 让人家觉得素食也是那么美味 所以我们在产品上 也是会尽量做好 我们应该要做的角色 在顾客在吃的时候 他会觉得说 铁是怎么吃的 不会这样油油 不会很腻口 其实那个就是表示 我们里面 已经是放了非常好的油 所谓要好的油 就是说 野荣点是很低的 我们一吃到我们的嘴巴里面 就是说马上融化 所以说 我们会在我们自己的产品 不只是好油 不只是敢吃 还要有好的品质 其实我对这个店真的是非常的有感情 这很多客户 可以说对他 年轻人 现在已经下车了 甚至他们又带他们的村子来 这个我真的是就这样历经三代 他很感谢说 我们既然做素食 让他们很方便 我告诉他不要这么讲 是我们很感谢你们 跟我们这么支持那么久 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大家互相的相信信任 然后可以 还可以 有今天的金融台 其实我们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坚持 只不过说 今天我们做素的 然后刚好一个因缘 然后多喝这个素食的一个素食的环境 应该也要有一个责任 要保持我们的自然天然的那一种成分 因为我们素食 可以让我们人回归到自然 我真的很高兴说 大家一餐重婚的 然后他吃到素食 他觉得不错 我就觉得说 那里面就隐藏了很多一个和平的感觉 一个爱的感觉 在这个世界上 我觉得我们 对于素食 我应该要尽量推广 那种信念还蛮强的 放在手上 可以身体健康的 可以挂在手上 好 我现在在手上 Columbus 在手上 什么都简单 打电话 这牙 骙鲨 Jessie 管时 管时 葡萄 你们组 Sort 长发 体骑 小 讓你身體健康 萬事而為阿密的方 過平安的 過平安的喔 過平安的喔 過大財喔 所以所有人健健身體健康 都能夠學佛 阿密的方 我們今天來就是 就給大家開心快樂 這個是我們最主要的